今天分享一款无油无水低脂健康的窝窝头 很多人没吃过更没有做过 学会这个红薯叶窝窝头的做法 软弹筋道不粘牙 而且做出来不发黑不发硬 百吃不厌 拿肉都不换 做法简单又营养 一圈三连求个关注 首先往大盆里多倒一些长江水 再放一勺食用盐 先用手将食盐搅化开 把处理好的红薯叶子放到盐水里面 下手用淡盐水洗掉红薯叶表面的灰尘和杂质 淘洗一遍之后捞出来放到流水下面再冲洗一遍 洗干净的红薯叶控干水分 放到案板上先切成长条 最后再切成小丁 全部切好放到大盆中 第一步在红薯叶里面放入适量的小苏打 放入小苏打使红薯叶的颜色不发黑 非常的鲜绿 拌匀以后第二步放入食用盐 入个底味 抓拌均匀 把红薯叶抓至出汗 像这样就可以 这时候往里面添加两勺玉米面 一勺普通面粉增加粘性 充分地拌匀 如果有点湿的话 可以再适量地添加玉米面 一滴水不需要加 最后一直把它活成这种软硬适中的面团 不需要醒发 咱们手上沾点食用油 揪出一团出来 再把它团光 然后用大拇指像这样转转圈 把它捏个小窝窝 像这样一个窝窝头的形状就做好了 一次像这样 把红薯叶窝窝头 全部做好 放到案板上备用 我这里做了11个窝窝头 下面蒸锅准备好 凉水上锅 上面再加一层鼻子 旁边这个空再蒸4个鸡蛋 盖上盖子上汽即时 蒸12分钟 精等美食出锅 这个时间准备一把大蒜籽 一勺食用盐 少许的鸡精 最后把它倒成蒜泥 然后再放点凉麦开 少许的香油 充分地拌匀 放一旁备用 时间到了 打开锅盖这一瞬间 整个村子都能闻到香味 把鸡蛋取出来 放到凉水里面 这样鸡蛋好去皮 下面一锅也特别的漂亮 红薯叶的清香味扑鼻 大家看一下 非常的柔软 一点也不粘手 摆到黑色的盘中 这个窝窝里面 放入我们调好的鸡蛋蒜泥 有没有馋到市面前的你呢 真的是神仙美味 拿红烧肉都不换 喜欢的朋友 你也收藏起来 做给家人尝尝吧 错过了这个机会 还要等下一年哟 今天为大家分享 红薯叶窝窝头的做法 就到这里 我每天为大家分享一道 不一样的美食 如果你喜欢这个做法 请点赞收藏转发 非常感谢家人的观看与支持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